你现在看到的是FBI流出的档案记录 导致流出的人是这位实习生 在档案流出之后 他就一直处于失踪的状态 我们怀疑他被谋杀了 这些档案是一些未知实体的相关记录 而这些实体呢 都导致了人类的伤亡 比如第一份档案 发生的地点在奥布莱恩州立公园 而我们的受害者 就是这位59岁的男性 他在1988年8月25日 于该公园露营 26日失踪 30日才发现了他的尸体 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 就是当时他录制下来的 由于年代久远 所以这个画质 可以说是相当的马赛克 刚开始他在公园里面露营 想要前往公共的浴室洗澡 他录下这段影像的原因未知 估计是感受到了什么不对劲 在这里可以看到 有很多其他的录影地 只不过没有发现任何活人 整个公园呈现出静谧的状态 所以受害人也是很安全地找到了浴室 浴室的内部没有什么异常 受害人在洗澡10分钟之后 再次开始录制 只是在经过一个隔间的时候 听到了里面的冲水声 这说明这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 之后也是一样 受害人沿着安静的小路 回到了露营地 但在这里却出现了一个迷智人类 就这么默默地看着他 这个人目前的身份未知 目的未知 也没有任何人目击过他 在一两个小时之后 受害人出现在了另一处山间小路上 并且又开始了视频的录制 受害人在安静的环境之中 不断地前进还遇到了野生动物 但在越过一座木桥之后 事情不对劲了起来 这似乎是某种生物的咆哮 不得不说 这受害人的胆子是真的大呢 走着走着 前方出现了一具鹿的尸体 这就是被某种凶残的尸体 给开膛破肚了 受害人意识到了这种情况 表现出了恐惧的情绪 他发现四周 似乎充满了尸体 咆哮声此起彼伏 他这是被围观了 于是他开始逃跑 前方高能 随后受害者接触了尸体 并且留下了最后的影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害者的遗体被发现时 已经是七零八落 大部分肉都被吃掉了 而个人物品完好无损 公众被告知 这是一起野生动物袭击的案件 受害者的这些记录 被认为是编号S-0012的首次目击 这引起了相关资金的投入 这个实体就是著名的温迪哥 它是一种邪恶的超自然生物 身材高大 长着鹿角 贪得无厌 爱吃人肉 相关部门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 阻止了这种生物的扩张 并且将其消灭 但你真的以为 相关的部门就是这么的为国为民 相方设法再消灭这些尸体吗 这些档案透露出的事实 似乎更加的黑暗 第二份档案发生在1996年 尸体出现在BNL呼叫中心 在发现实体之后 相关部门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反而是在呼叫中心 增加了许多隐藏摄像头 并且对这里所有的电脑进行了监控 本次的受害者 名叫Ashley Johnson 第一天也就是实体被发现的这一天 Ashley照常在所有人下班之后 开始了清洁工作 我们看到的视频 就是隐藏摄像机拍下的内容 值得一说的 就是卫生间里的迷之机位 包括南厕所的小便斗 这个位置就非常精髓了 各位男同事的泌尿功能 可以说是尽收眼底 女厕所的这个视角也是相当奇妙 有一种化身成为变态的感觉 Ashley要做的 就是收集各个房间的垃圾 然后来到后巷的垃圾箱这里 把垃圾丢进去 从她这个扔垃圾的动作来看 她一定是非常热爱这份工作 各种报道 在垃圾清理完毕之后 她正准备离开 而实体也是在这里 第一次被拍了下来 实体只是悄悄地路过 没有任何人发现 第二天Ashley再次开始工作 这一次在她收集前厅的垃圾袋时 实体出现了 可以看到 她并没有打扰Ashley 而是围观了一下 然后默默离开 而在Ashley再次查看邮件时 她发现了一张诡异的涂鸦 这个实体似乎是具有很高的智能 可以画画 对Ashley一顿调戏 Ashley接到的第二个指令 是更换会议室里的打印值 但她刚刚换好 单位就停电了 Ashley拿着手电准备离开 但实体就在附近 就像是在玩游戏一样 有关部分发现 这次停电是实体造成的 但她却留下了监控摄像头的电源 所以这种监控行为是被实体允许的 或者说 她是故意要被监视的 时间来到第三天 Ashley照常开始工作 但干到一半 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没错 这又是实体的把戏 目的是把她引开 之后电源又断了 但电话却还能照常工作 她前往配电间查看情况 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实体在后面追她 把她逼到了办公室里 她则拿起了电话 开始报警 911 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Please help! There's someone Something following me! Ma'am I need you to remain calm Where are you? I'm at 1st floor I'm one of the officers Please Just send somebody to help me! Does the intruder have any weapons? No No It's not human I'm like One of the four legs 你不需要把病毒或食材 不!你真的受不了我了? 我不要拒絕了! 你处理保身犯了 你必须留在中央去屁股 我可以拒絕了 我要拒絕了 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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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什么 you're doing It's going to hear it Get away from me No Get away from me Ashley被尸体干掉了 而接线员的行为很是奇怪 他似乎是在某人的指导之下 故意让电话发出了响声 吸引了尸体 随后有关部门为了测试尸体的能力 派人过来清理了现场 在第二天 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都在照常上班 所以屠杀开始了 他们甚至派了工作人员 把出口给堵住了 于是呼叫中心内所有的员工 全部打出忌计 这场大规模死伤事件 被有关部门归咎于Ashley 说是她在被解雇之后 犯下的大规模强击事件 这显然是预改迷彰 而Ashley拨通了那个报警电话 显然就是有关部门故意为之 为的就是牺牲掉它 方便第二天的屠杀测试 这个怪物被他们称为关节爬行者 经过以上一系列观察 他们发现这种尸体 拥有心理折磨以及杀戮的能力 非常的智能 喜欢设置陷阱 追逐和猎杀 并且善于隐藏 有关部门还在研究这种尸体的战略用途 比如部署到敌对国家进行斩杀行动 或者是用于言行逼供 因此相关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这是一款模拟恐怖风格的恐怖游戏 名为《兰卡斯特·谢密》 上面的两份档案分别是这款游戏的前两章 游戏通过泄密文件的方式 讲述了当局对一系列实体事件的掩盖 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操作 还真的是相当的阴谋论 而泄密的那位实习生 想必也是被相关部门给干掉了 直接人间蒸发 游戏的画面确实挺粗糙的 但氛围营造十分到位 我还真是有些期待 作者能够更新更多的实体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三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